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香港连日来陷入物资短缺的困境 不少善长人温都在这个时候慷慨解囊 捐物资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像这一天李卓宁就有去派口罩 受到疫情影响百业萧条 Karen也说最近工作量大减 所以她有时间多陪一下家人 静一下孝心 其实有一个好处我觉得是好的 就是可以多在家里陪爸爸妈妈 因为平常我以前工作都飞来飞去的 然后都很少见他们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好的时机 但是休息一下嘛 可是休息太久也不行 因为收入一定有影响 所以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就大家回复正常 多的时间待在家有没有特别做些什么 待在家里就看电视剧 看电视剧 吃啊喝啊 所以赶快工作的比较好 运动一下 因为经常 我想现在经常人 大家家都会胖的 现在多了时间和家人相处 Karen也多了被人催婚 不过她自己的心态就很放松 觉得一切随缘 我妈最近在逼婚 就是说你赶快去结婚 那我说你先找个人过来我才能结婚 我会努力的大家不要催我 那亲戚朋友也没有说些什么 经纪朋友 经纪朋友 没有什么 就是随缘一些了 随缘嘛 反正最近大家家就是没有太多机位外出了 对啊 因为现在如果可以出来的都是生死之家 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如果再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话 我想应该等力情过去了 多出去应酬了 才能把我的未来老公找回来